好 另外来看到国内昨天是新增了一例本土个案 另外还有10例的境外移入 没有新增死亡的案例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她是表示说 这名本土个案呢她是40多岁的女性 她确诊的时候CT值已经是34.9了 所以研判她很有可能是一名旧案 目前是匡列了接触者有98个人 那么她是幼稚园的员工 那么她虽然是住在新北市 但是幼儿园在台北市内湖区 初步就研判是与新北市群聚的幼儿园事件 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那么连续两天我们的本土确诊者 他们都是被认定是旧案 这个专家也提醒了 就算是旧案呢 在社区疫情稳定的阶段 还是需要实施监测性的筛检 如果发现像这样子的不寻常个案的话 才能够快速的提升防疫层级 廉价后这间幼儿园无法上课 因为收假日新增一例本土案例 就是这间幼儿园的女老师 案16411 40多岁 10月9号因为其他疾病 就医裁检CT值34.9确诊 但二采就变成阴性 抗体检测结果 Igm阴性 Igg阳性 指挥中心判断是旧案 这名女老师也曾打过一剂莫德纳 感染过的关系又产生 这个不受疫苗所影响的N抗体 这名女老师住在新北市系纸 没有同住家人 工作的幼儿园 位在台北市内湖区 北市卫生局 匡列接触者124人 包含幼儿师生 家长和娃娃车司机 共81人居家隔离 另外其他班的老师学生 43人自主健康监测 也因为女老师确诊 缺秀6个班级 一共103名幼童停课14天 23号才能复课 她在台北市足迹 可能没有那么多 确诊之后会有一个适当的公布 不止这位女老师 日前确诊的案163961岁女童 还有案1631551岁男性 都被研判是旧案 但专家认为监测性筛检是绝对必要 若发现不寻常个案 才能快速提升防疫层级 主委中心强调 针对旧案的接触者 同样是谨慎匡列隔离 不过这次本土个案又在线确诊者 又是幼儿园女老师 尽管初判是旧案 但涉及校园疫情安全 仍然不能大意 记者谢居众曹璋然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另外来看到病房探病 现在是再度的放宽了 那么指挥中心昨天是宣布 松绑病房探视的规则 即日起慢性病房是可以探视的 每日一次最多是两个人 不过急性病房 现在还是没有开放的 指挥中心发言人装任想 他就表示说 探病者现在是要出示 他们前三天自费抗原快筛 或是PCR检验阴性的证明 那如果是完整接种疫苗 并且达到14天的人 是可以不用裁剪的 另外我们来看到台北市长 柯文哲他努力在推 这个台北通的APP 那么目前会员数冲到了152万 但是北市议员杨静宇 他发现说市府内部自家人 其实都不看在眼里哦 像是领取国庆的翁翁翁包活动 以及台北的马拉松报名 都没有使用台北通 等于是大大的打脸了柯文哲 那么资讯局就强调说 他们并不会去限制各机关 要以台北通作为办理活动 唯一的管道 但是他们会积极来推动 另一个焦点看到了就是 输入性通膨推升了物价 高明业者现在透露说 进口奶油的价格 已经大涨超过三成了 所以迫使有部分的业者 他们是必须要瞧瞧的调涨酥饼类的售价 涨幅大约是在3%到5%之间 那么如果奶油涨破每公斤260元大关 恐怕就会引发大规模的调涨潮 那么到时候包含了糕饼啊 面包等等都会全面的涨价 泡面业者也指出了 面粉价格的增幅也是十分的可观 预期最慢在年底之前将会调升售价 那最近如果民众有到菜市场去买菜的话 应该会发现这个青葱的价钱真的贵的吓人 一斤40元涨到了180元 这个对小吃业来说冲击是蛮大的 台北有业者就说了一把葱涨到了500块钱 只能够自行吸收 这个都是因为8月份的时候豪雨造成的灾情 但是都已经过了两个月 怎么价格还是没有降下来呢 原来这个葱它的生长期是4个月左右 再加上呢今年天气算是蛮热的 所以产量也是变少 那么农委会就预估11月的时候 葱价才有可能慢慢回问 大把青葱苏菜和新鲜鹅啊包在一起下锅油炸 而爹吃起来超鲜甜 猪肉和青蒜搅拌包成猪肉水饺 客人不断上门 但老板娘却笑不出来 这都是因为葱价飙涨 批发价一斤27元涨到126元 一大把青葱2.4公斤就要约500元 市场零售价一斤40元也涨到180元 一小根7到8块钱飙涨3.5倍 一反应客人就说马上低高又马上降 没办法他不是说不好做吗 因为那个下雨你现在都供不应求 8月大雨造成冲价飙涨 实际来到彰化产地 菜园里青葱才十几公分高 根本还没涨好 相较一般夜菜类恢复期只要2到3星期 青葱要4个月涨得慢 量少价钱自然高 去后太过太厉害了 三两番茄下去了 葱价预计11月才会回稳 同样价钱居高不下的 还有香菜零售价 一斤50元涨到200元涨3倍 芹菜60元涨到120元价钱翻倍 葱包猪肉你没葱怎么做 少用了就放一点点不能不用 青葱香菜芹菜作为配料价钱表涨 餐饮小吃业冲几大 不长餐点售价全部自行吸收 只能等到批发价回稳慢慢 记得对面王书宏高雄彰化报导 另外来看到花博珍宴馆在伺候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冲突 有一名七旬的老博呢 他疑似就是劝一名男子要把口罩戴好 但是对方却是突然情绪就失控了 挥拳痛欧导致这位老先生疑似就脑震荡 他的耳朵也红肿起来 家属就认为警方处理态度太过消极 因此就po上了网络 那么记者也实际找到了涉嫌动手打人男子 不过他变成自己当时在吹口哨 和喝东西水才没有戴口罩 不过他是回避了自己动手打人的事实 花博珍宴馆作为大型接种站许多人前来施打疫苗 一名黄小姐控诉71岁老父亲来这里打第二剂新冠疫苗 却莫名其妙被一名男子打伤了 就是一直骂骂 赶快转过来说你不要接近我 那那个男生就往他的头上打过去 然后他当时还想再继续打 他就一直骂说你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但事实上没有戴口罩是那个男子 年迈的黄爸爸曾经罹患脑瘤病开兜 经不起剧烈重疾耳朵立刻红重 看在女儿眼里好心疼 他是有告诉我他当下是头很晕很痛的状况 因为他是被打到太阳穴 据了解黄爸爸和许姓男子当时疑似 因为是否戴好口罩爆发口角冲突 对方愤而归犬痛殴 记者实际回到事发现场 找到涉嫌动手打人的许姓男子 吹口井我要等你戴口罩 那你不要靠近我 我要吹口井把他送死 他先骂人啊 我没有办法接受啊 我喝东西我怎么戴口罩 警方表示 许姓男子世辖区列管人口 已经通知他道案说明 并以伤害罪移送 只是去打疫苗 却被陌生人打伤 究竟是单纯的争执 还是情绪失控导致动手打人 都让来打疫苗的民众心力 多了一点担忧 记者张又慈 蔡柳山台北采访报道 最近疫情的确是趋缓了 但是难道民众的心态 也跟着放松了吗 我们看到记者是直击 在台中的闹区 不少民众进入了超商 或是超市 其实都没有好好的 做好实联制 甚至到了药庄店门口 发现这个酒精机 它是故障了 形同虚设 专家也质疑说了 庞大的实联制记录 其实对于追踪足迹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必须要更新系统 才能够真的阻绝病毒 哦 这个先生也没少哦 爸爸带孩子到超商买东西 无视门口QR Code 直接走进去 好像理所当然 都没有处理 就这样走进去了吗 还有一群人 两大四小 大摇大摆走进超商 只有简单手不消毒 没有徐连制 后面外送员 有样学样 店员也没在管 真的啊 sorry 就很多人 有时候真的是一群 然后所以就 没有注意到这样子 再来到连锁超市 门口虽然有店员看着 但似乎不太谨慎 放进去好几个落网之余 哦 这个外送员送便当 走进去了 刚没有扫的 民众进入公共场所 大多会做实联制 酒精手不消毒 但记者直及台中闹区 药妆店酒精机故障 如同虚设 实联制告示 也不是所有人都乖乖照做 虽然趋缓 但是也没有说完全到零 所以我是觉得很虚 而且专家说 就算大家都有做实联制 想追踪足迹 系统还是得更新 否则都是垃圾资讯 简讯必须要能够明确记录 商店的进入时间 最好能够连离开的时间 也能够记录 当然是希望 这个民众 就是都能够配合 希望说这个制度 能再持续进行下去 街上民众似乎忘了疫情教训 实联制像是没看见 传送简讯是否有实质意义 也让专家学者打上 大大问号 记者韩志行李云杰 台中报道